史兰娥沙亚男由一家工厂昨天发生安器泄露事故 多达33人紧急送院治疗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由一台堆高机在搬运安器的储罐石 撞到了其中一个储罐的阀门 导致安器泄露 沙亚男警局主任莫航莫一巴发文告指出 昨天上午11点半发生的事故 导致33人呼吸困难 其中14人是涉事工厂的女员工 另外13人是临近工厂的男员工 所有人送往水龙各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文告也指出事发现场的情况受到了控制 工厂已经恢复全面运作 而厂方也联络了供应商修复安器储罐的阀门 当局的紧急行动在下午6点半告一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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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掌描